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懂一点的Chels 新的iPhone到手,相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每天都在用它进行拍照或者摄像 当不上走一波 我相信新鲜劲过去了 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就回归到了手机本身的功能上面来 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设定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设置隐私里边,打开跟踪 然后将允许APP请求跟踪关掉 这样在每次打开新的APP的时候就再也不会跳出来跟踪的请求了 在隐私设置定位服务里边 我们来到最下方 点击系统服务 然后将最下面重要地点这一个选项 选择关闭 这个就是iPhone自动为你记录地点的功能 其实平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反而会消耗你整个后台的电量 同时在系统服务里边 我又把几个自己并不经常用到的几个定位服务功能都选择关闭掉 各位可以自行的斟酌 辅助功能 首先我们来到动作与交互的触控 然后我们选择把便捷访问 这个选项打开 这样在手机向下清扫的时候 在下半部分这个位置向下清扫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上面的屏幕拽下来了 对于手指不够长的用户 这个还是挺有帮助的 下面有一个清点背面 在清点两下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无 清点三下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截屏 如果要是清点两下 我们选择截屏的话 就非常容易当你的手机这样放在桌面上 就有可能进行截屏了 另外辅助功能 音频视觉 有一个神器叫做背景音 它可以从几个白噪音里边选择播放 有助于缓解隔壁装修的困扰 帮助你写稿 甚至助你入睡 那你在下面的控制栏里边 也能够快速的找到 设置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的应用吧 首先我们从打字说起 如果你的大拇指不够长 那你又习惯单手握持的话 你可以点住输入法切换的按键 然后选择右侧的键盘 或者选择左侧的键盘 这样你就可以单手握持进行输入了 那还有是 当你如果要选择输入数字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 比如说我要在1点开会 是吧 这会大家在输入1的时候 都会习惯先切到这 然后再切换回来 这样就会非常非常费劲 可以怎么用呢 你可以直接点住数字切换的按键 然后选择你想要输入的数字松手 这样它就会自动的回到 平时输入的键盘上面来了 不用再反复的进行切换 那包括输入标点符号 也是一样的道理 会非常非常的便捷 当你想移动光标进行修改的时候 是不是还在用手指点击 并且每次都点错 其实你可以按住空格键 按住了空格键 这样输入法的区域 就变成了整个一个主控板 你的光标就可以快速的 在上下进行移动 当你放上另外一个手指的时候 还能够快速的框选文字 iPhone一直没有短信全选的功能 每次都需要一个一个的进行删除 就会非常的费劲 那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在信息界面里边 可以通过双指的按压 然后向下滑动 就可以进行多选了 或者你可以直接来到 底部 双手按压 然后往上推 再用另外一只手 点击 顶部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全选了 虽然这个办法有点反人类 但是总比一个一个选择要强 截图的快速分享 是不用每次截图之后 我们都在点击来 然后在右上角选择进行分享 只需要在截图之后 长按住截图按键 然后它就会跳出整个的分享功能了 晚上习惯看片 或者听歌入睡的同学 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倒计时 比如说可以设置上20分钟 或者30分钟 根据你入睡的习惯去定 然后将这个 即时结束时启动 我们原来选择的全都是零音 这会儿可以选择停止播放 这样就再也不会在半夜 被放着的音乐 或者小说声音吵醒了 最近我还发现 快捷指令真的是挺好用的 原来一直没有研究过 那我会将下面介绍的 这些快捷指令 都分享给大家 由于我经常的出差 每次都会被要求查各种健康码 或者形成码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才研究的快捷指令 原来碰到检查人员呢 都是先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 然后再选择小程序 然后再选择你使用的 北京健康宝 或者说形成码 现在呢 可以直接点击桌面的快捷方式 然后一键呼出 我们的健康码 或者 一键呼出 我们的形成码 那经过测试呢 支付宝的小程序的启动 速度会更快一点 并且没有一个 每日启动的限制 不向微信 那由于各地的健康码是不同的 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 首先将您所在地区的 比如说我的是北京健康宝 打开 然后呢 选择 添加到桌面选项 这会儿你会挑到一个Safari的浏览器里边 将下面的这一段选择进行复制 回到你的备忘录界面 粘贴这一段 然后看到这个APPID了吗 后面的这一段ID 就是你要选择复制的 然后来到我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健康码 把后面的SAID 替换成刚刚你复制的那一块数字 就是您本地的健康码了 这样你也就可以一键的呼出和打开了 另外呢 就是付钱的这个功能 付钱这个功能呢 集成了微信的扫码Apple Pay支付宝的扫码和付款码 点击之后呢 您就可以快速的呼出扫码或者说付款码的功能了 再也不用再打开APP再进行付款 小说这个呢 是方便的一键打开喜马拉雅的快速播放 方便进入摸鱼的模式 像我这个岁数呢 比较容易忘事 那我就直接定义了一个快速添加语音备忘录的功能 可以快速的录制 以免之后再忘记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日常里边会用到的iPhone小技巧了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最近啊 我在酝酿拍一个粘度小短片 希望到时候各位多来捧场 咱们下期见